那你有沒有曾經差點被發現過 三月騎車 然後超市 因為我們家是反對小孩子騎車 尤其是有機車 對 然後我還自己賣三年了 三年了 這你很壞耶 是那種男模的KTV 男模的經理 他就問我說 欸不要去他家睡覺什麼的 你去了嗎 我之前有偷騎我媽的車去買宵夜 大概十五十六 因為那個麥當勞的來自 有十元加小水 根據加拿大研究指出 越會說謊的孩子越聰明 孩子說謊的能力 在兩歲的時候會開始偷偷發展 兩歲的幼兒中有三分之一撒謊 三歲則有二分之一 年紀越大撒謊的人數越多 有些事情他們不願意告訴父母的原因 是因為害怕被批評或是責罵 並擔心父母會過度的干涉 你又有哪些事情瞞著爸媽呢 今天就來揭露大家 有哪些不能跟爸媽說的小祕密吧 Let's go 想問一下兩位有沒有做過一些 瞞過父母的祕密 那個時候在給幼稚園吧 有一次回高雄 我哥手機不見 其實我拿走我拿去玩 偷偷去休息站的廁所玩 然後回車上就發現不見 你哥哥有被罵嗎 有啊 他爸爸媽媽啊 我不敢承認 到現在都不知道 不知道 這一個挺學兼優的好學生 班上有一個同學 大家都喜歡整他 有一次放學 我們這個教室都沒有人 我們把他椅子拉起來 吊起來在鐵板上 確定不是霸凌嗎 不是 絕對沒有霸凌 主任在隔天的放學 新車來搬上我 我跟他差不多拖一個禮拜 就會講 然後沛老師最後在監視室發洩 我是一個 頂學兼優的好學生 半夜騎車人 我高雄跑七山台二十八線 因為我們家是反對小孩子騎車 怕危險 所以爸媽都以為你是搭 交通機車 然後你其實是有機車 然後我還自己買 你還自己買 可是你也很壞 朋友也是小失戀 我們兩個就跑去外面喝酒 這麼一大同長島的冰場 我們趕快樂玩 然後就跑去唱歌 就那種難磨的KTV 難磨的經理 然後他就問我說 不要去他家睡覺什麼的 你去了嗎 我沒去了 不好意思啦 我都很不好意思 跟我媽媽講 我之前有偷騎我媽的車 去買宵夜 大概十五十六 因為那個麥當勞 都來自有十元加小酒 之前跟媽媽吵架 我去地下室 把他摩托車跟車子都砸了 他以為是 爸爸開出去不小心碰到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一直在吵架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車其實是我砸的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 媽媽知道會怎麼樣 對啊 問他們 然後媽媽就說 那你把微信給我 我跟他談談 我們來談一下 家庭會破店喔 好好好 但他們現在知道了吧 還是不知道 他們就比較傳統 比較古白 罵了三年了 罵了三年了 騙了三年 那你有沒有曾經差點被發現過 超速 然後自己把他單到家裡 跟鄰居說好 如果看到我的信 就趕快告訴 哇賽 鄰居是你的那個耶 還可以串通對不對 還串通好 所以爸媽沒有發現 好吧 之後都不從 哈哈哈哈 之後爸爸太過了 哈哈哈哈 瞞了幾年了 十年有嗎 十 差不多 那是不是應該公開 跟哥哥道歉呢 對不起 哈哈 太強了 媽媽是不是不知道這件事情了 媽媽對不起 好聽話 好喜歡好聽話 所以要跟同學道歉嗎 三年了 孩子對不起 對不起 好 他們今天到現在 今天到現在 OK 你用什麼不能和爸媽講的秘密呢 底下留言區告訴小編 就有機會獲得今年的小禮物囉 我們小禮物茶加油 劍團獨家贊助播出 每週三 每週五 晚上六點 注意一上片 既然在電台分享 我們下週見 拜拜